居然一年一度的太平清照 大批市民和遊客到長洲 觀賞飄飾巡遊 而重頭戲搶包山比賽 就是深夜舉行 飄飾巡遊在下午2點開始 由長洲北帝廟遊樂場出發 途經多條街道 打頭陣的飄飾以大和解做主題 有小朋友扮演自由黨主席劉健儀和中央官員 也有小朋友扮演特首曾蔭權 諷刺他接受富豪款待 唐英年夫婦佩義紅酒也是飄飾的座上客 你知道潛艷的問題嗎 我不知道你說甚麼 除了政治人物 小朋友也扮成古代人物 令整場飄飾生息不少 長洲由早早開始一直都天陰陰 又不時落無無雨 但無礙市民的興致 昨晚進來 為甚麼突然昨晚進來 多人啊 今天人都進來 早點進來沒那麼多人 長包山未開始 先吃一個平安包 賣平安包的店舖就大排長龍 老闆預計可以賣出一萬個包 雖然各樣原材料都漲價 但老闆堅持同往年一樣 每個包賣7元 實行與眾同樂 亦都有商戶售買多種平安包造型的商品 已經很早已經人來人往 所以今年相比的話 可能看看天色 遲些會否更好 否則可能都會比較零碎 太平清照的重頭戲 就是深夜舉行的長包山比賽 大會早前舉行了選拔賽 選出九男三女進入決賽 主辦單位說會視乎天氣情況 再決定是否要延期 今年是太平清照列入國家級文化遺產之後手辦 大會預計可以吸引7至8萬人來到長洲 鳳凰威斯記者李靜宇報導 總統